一次喝很多杯 我觉得比较罪恶一点 国民女友罗嘉玲露出满足微笑 因为集中住宿期间 手摇引针的喝到饱 5号上午她出关 透露下一步行程 相隔一个多月 看到女儿真的好开心 嘉玲爸说回家要一起吃饭 话家常 另外跆拳道队黄玉仁 也带满满零食礼盒和家人分享 选手可以选择7天集中住宿期满后 回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 这段期间还是要避免群聚 每天都要回报体温 他们本来就想说回国家去接机 但是想说疫情的关系就不要去 然后今天也是特地从彰化一早就开车上来载我回去 看到彰化风尘扑扑来接他的妈妈 跆拳道队队长 刘威廷开心的上前拥抱 不少选手都想加了 跆拳道苏博雅汉举重高展红也在4号深夜12点7天时间到就离开旅馆自主健康管理 导师同一天返台的柔道男神杨勇伟还住在旅馆 柔道代表队的两名选手杨勇伟林真豪 都会续租到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满才正式出关 TVBS新闻综合报道